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指纹骨很有必要 不过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既可靠又懂业务的人来负责 可是我们不理这样的人不多 看来 冷副主任也同意成立指纹骨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 所以 我提议 由物证室的小华来负责指纹骨的工作 对 如果真要做的话 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人 对对对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只不过这个小华好像对指纹技术不太精通 部门的领导 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全面领导部门工作 专家的事情可以由专家去做 但是领导关键是要可靠 否则信息一旦外泄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点我想李主任也应该考虑 这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当什么鼓掌 开玩笑 老玉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小华虽然年轻吧 但来特工部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也算得上是忠心耿耿 这样的人不用 误人子弟吗 对对对对 这这表哥推荐表弟吗 这 绝对不会误人子弟的 什么意思 古人说举贤不必轻 我们这一行啊 有我们这一行的特殊性 很多人都是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在一块工作 你还比如说这样工作起来也比较放心 余处长 你不是就有很多帮会的徒弟在聚力工作吗 而且现在都已经成了行动处的骨干了 对对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亲不亲的我不懂的 我就觉得 康小姐合适 你说什么啊 康小姐都不是我们特工部的人 他怎么当这个指纹骨的骨折啊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康小姐以前是谢处长发展的外勤人员 有档案资料的 你扯淡吧 老谢现在的人跑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还谈什么半路跑出来的外情 干嘛 弄啥意思了 指纹骨一定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负责才行 否则别说是那些犯人的档案 就连我们自己人的档案泄露了也不知道 到时候你来负这个责任啊 扯淡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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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大家都同理成立指纹骨 这是人选问题 小华不错 其他人也可以 我建议 指纹骨就由康子琴和小华共同负责 具体的问题 清香以后再说 嗯 李氏杰原本是想让自己做指纹骨鼓掌 却被冷剑平和陆天奇弄得不欢而散 从争斗的激烈程度上看 冷理二人的矛盾确实很深 康子琴不想参与到这种争斗中 对于做什么鼓掌更是毫无兴趣 他的任务是拿到名单 但他发现了一个机会 那就是利用冷剑平去阻止李氏杰拿到名单 出品人的死亡 队里面之间 要外甩了 你啊 是 这几个画 我要看他 我看你 约穷着 我次 Rod 青鬼 你 你这是要出去啊 对啊 我出去啊 那我能不能搭你个顺风车呀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康小姐愿意坐我的车呀 太给陆某人面子了 那上车吧 那个 陆处长 那天我会有没有去 是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您不介意吧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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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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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了 不说他了 那个康子琴 你给他点钱不就行了吗 你们女人 不是都喜欢什么金银珠宝 首饰什么之类的吗 你那个镯子也不戴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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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 要送啊 就送最好的 这可是缅甸的一级货 比家里那个好 这么珍贵你舍得吗 有舍才有得呀 只要你不拿去找女人 我什么都舍得 最佩服的就你这样 每到关键时刻 就能分清势力拿得出手 清香的事情分下来 我给你买个更珍贵的 得了 得了 得了啊 你别给我关那灭红糖了 送归送 你别被他迷住就行了 我刚说你明事里大劲 你怎么又犯起糊涂了呢 不是啊 我在想 你说那个康子琴 他可靠了 你说这个谢义夫突然间失踪了 康子琴又突然间冒出来了 喂 他入职手续办了吗 办妥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老爸 现在是我问你 你怎么反击我来了 那没有 宣誓了吗 还没呢 安排他明天宣誓 我说你啊 老包虽然是咱们家的夏人 可他现在大小 也是个处长 你不能说话 总是像对夏人说似的 小心他几仇 夏人永远是夏人 就他这种人 骨头都溅着你 封不起来 我踢到他两脚 不骂他几句 他心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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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pts一个 你怎么会 谁想着想着 我说你 谁想着想着 你怎么会 我去你 你磋的 你帮我 你帮你 我猜你 我猜你 你帮我 这个钱就是你的 有钱什么话都好说呀 这两天是不是有个女人来找过你啊 她找你干嘛 她 她们让我帮个忙 帮我忙 把什么忙了 具体做什么没有说 就是要我等消息 什么时候 这个也没说 那除了这个女人以外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小胡子 小胡子 这个小胡子是谁啊 青帮的人 在沪西一带的独场回身 你说的是真的 还有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我可以向上帝发誓 向上帝发誓之后 你说的最好都是真的 否则呢 我就让你去见你的上帝去 这是前两年一个朋友送的 送给你了 我看你平时生活比较辛苦 咱们有一些场合 一些事情 还要出门应付一下 主任不用 我用不上这东西 收下吧 进来 主任 都办好了 好 柯小姐 走吧 去哪儿啊 加入特工部 还是有时候一些手续要办的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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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李世杰笼络自己的花招 自从把老八的信息故意泄露给陆天奇 又过去好几天了 还不见冷剑坪那边有什么动静 指纹套的是李世杰已经催促再三 不能再拖了 可是他还没有想到保护好名单的办法 他急坏了 进 康小姐 稀客呀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 到您这儿来 自然是有点事找您了 找我有事啊 康小姐 你不会是觉得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就觉得抓住我把柄了 怎么样啊 想来威胁我吗 陆处长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就是想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不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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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请你去电话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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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康小姐在不在 又有新婚来是吧 少废话问你在不在 又没让我见识她 我怎么知道 对不住 来晚了来晚了 举了点事耽误了 您这 干吗去啊这是 生气了 没事 没事 我刚想去打电话 看看要不去接你呢 对不住 举了点事给耽误了 没事 来了就好 先坐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家就是全上海 最正宗的本邦菜馆 你一定要多吃点 陆处长 您这是要难为我呀 怎么了 我这是哪儿做得不好吗 这么大一桌子菜 您是要讹我呀 看你说的 对 今天是你请客 但是有往来复账 康小姐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吃了吧 尊敬不如从命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 来 我呢 先敬你一杯 陆处长 陆处长 以前呢 多有得罪的地方 还望您见谅 你看你这话说的 太近买了 以后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这第二杯呢 是罚酒 你说 我煮的事吧 我还迟到了 该不该罚呀 该罚 该罚 我陪着 没想到 康小姐如此豪爽 酒同知己饮 吃下惠人银 看来我今天 是碰到红颜知己了 瞧您说的 我哪儿有资格 做您的知己呀 康小姐 我没有说行 你真的是我的 红颜知己 好香啊 陆处长 也爱用香水啊 闻出来了 知道是什么牌子吗 怎么了 今天做东西的时候 怪手里滑破了 还有那么不小心啊 不过康小姐 我也挺好奇的 问句不该问的 你这整天 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还不是主任交代的事啊 你刚来主任就交代那么多事给你啊 其实呢事不多就一件 但是呢怪麻烦人的 而且呢这两天又催着药 什么麻烦事 说出来 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 您又跟我开玩笑了 这指纹技术上的事你也能帮忙啊 这不好说 说出来听听 其实就是做一个指纹套 指纹套 这谁又当倒霉鬼了 又要上你的当了 瞧您这话说的 什么叫又要上我的当了 那怪只应该怪的银行的人没水平 那怪只应该怪的银行的人没水平 陆处长 可不带您这样套话的啊 这事可谁都不能说的 这事可谁都不能说的 一定保密 一定保密 我不说了 好吧 来 咱们吃点菜 来 你尝尝这古老肉 不行 得罚你一杯 罚我罚我 多嘴多嘴 你真是太辛苦了 我们家喝的真是不少 你看你都喝晕了 没有 喝舒服了 走 我送你回去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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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喝多了吗 我自己能回去 你看你喝多了 你这样回家我不放心 走走走走 真不用 我今天都让你破废了 不能让你再送我了 快走吧 走吧 你瞧你跟我见什么外星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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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去吧 快点就回去吧 真不要我送啊 拜拜 行吗 拜拜 上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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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人账并获 知道了 老大 你可来了 三点 三点 你先坐 先坐啊 我问你 这么早把我叫出来什么事儿啊 怎么披漏了 有人去找我老爸 还有问几个咱们的事儿 全部航行 não 我尽量了 我当然 能不能够 等买 你 怎么 好 海 也是 这 真是 你先安排小胡子和老爸 找一个地方住下 得亲自去 你先安排小胡子和老爸 你先安排小胡子和老爸 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下得了 邝小姐 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进来 主任 您找我 指纹套做得怎么样啊 我在学校呢 学的只是皮毛 这是个精细活 实际操作呢 确实得需要一些时间 我能理解 但是一定要抓紧 再有几天时间 就应该差不多了 三天 三天怎么样 三天之后 一定把这个指纹套做出来 是 李世杰已经定下最后期限 他倒不及了 冷剑坪那边至今也没有动静 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这几乎把康子秦逼到了绝境 只有铤而走险 走一步险棋 不过在这之前 康子秦要做一些准备 重要的是不能连累范尾晨 这件事和他无关 你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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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过去吧 我已经付了三个月的房租了 这是我的家 我旧住这儿 哪儿也居 我让你搬过去 自有我的道理 希望你能听我一次 你这道理是什么呀 那是我的事 对 那住在哪儿也是我自己的事 范尽早 明天要笑好嘞 康小姐回来了 要不你先吃 我再去笑一碗好了 我不吃了 我出去吃了 这里的房租我已经付清了 我谢你明天就搬走 我客气 董 montez 你呀 你又要生范欺生的气啊 他呀 也是心情不太好 你不晓得 范欺生捐的款 全部都被金钱 你呀 你呀 你又要生范欺生的气呀 她呀 你又要生范欺生的气呀 也是心情不太好 你不晓得啊 范欺生捐的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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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